黃金超水的時間客菜 歡迎Jerry師傅 五分鐘就做好一個 對 對不對 是 一人客菜 菜你叫做什麼 東西很多耶 五福 招財 肉 米 蝦 然後這算是一個酒家菜 好 五分鐘做完 那首先呢 我們先蒜末 以前那種老菜比較會有櫃菜 櫃菜感覺就分量比較大 都加進來 然後那種 而且櫃菜可以慢慢吃啊 櫃一下就冷了 全部丟進去 開始亂倒 全部丟進來 這個量很大耶 木耳丁 木耳丁 蘿蔔丁 洋蔥丁 筍丁 那今天呢 我準備了這個鯉蝦 稍微把它斷清 這邊撒一點鹽巴 還是要撒鹽巴 對 撒一點這個它的鮮味出來 撒起來之後 我這裡拌了一點這個 酥炸粉 為什麼要捏蒜 不丟進去啊 酥炸粉 要沾到 沾跟果不一樣 好 沾跟果不一樣 外面沾也是 沒有 其實這是米粉 是米粉 米粉 不是椰絲 對 然後入油鍋之後呢 它其實膨脹的速度會比較快 好 這個時候呢 油溫要多少 油溫大概180 180的一個中油溫 要高 來 高湯進來 往下高湯 撒一點酒 鹽巴 鹽巴 剛剛跟陳哥講 陳哥 胡椒 謝謝 胡椒 謝謝 好一點 好緊張喔 這下很漂亮耶 這個是洗手還是 沒有很漂亮 沒有很漂亮 不是 洗手的 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這裡 點一點醬油 點一點醬油 它有一點醬香味出來 再來呢 這邊補一點烏醋 這是烏醋是不是 烏醋 最後一分鐘 然後現在這個豬大百合 大百合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撥一點這個蒜碎 讓它增加它的香氣 增加香氣 很香氣 盤子居然沒帶上 好 來 在這裡 不要緊張 失禮了 陳哥是有辦法把你盤子都擋住 是不是 來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下來 蝦 撲上來 用米粉炸其實很漂亮 對 很酥香 然後呢 小心喔 奶和三次就差不多了 時間要到囉 趕快把它放到水 時間 好 時間 倒 完成 來 掌聲鼓勵 好緊張喔 那個蝦肉米粉炸起來的 口感怎麼樣 你咬下去你就會嚇到 因為它變得要卡滋卡滋 嚇到 會有一個錯覺 會覺得它非常的酥脆 感覺就很好吃 對啊 你咬下去好清爽耶 沒有很濃耶 沒有很濃 對 也不會很油 對 因為喝酒嘛 就是要解味 就是解酒 可以解那個苦茶嗎 一定可以 等一下我們贏了就可以吃了 非常濃 非常濃